Hello,我是桑迪 那这堂课继续由我来给你讲解 这堂课我们学点什么呢 学iOS多点触控和手势识别 那这一块其实我们想都能想得到 它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堂课 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学习哪些内容 同样的打开我们的思维导图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套课程 其次呢,我们是要去从机制的原理 去理解一下iOS的触控事件机制 比方说它的手势是不是靠我们的点击 滑动,远程操作等等 这相关的一些事件,对不对 那它的事件机制是什么样子呢 我们要去了解一下 同时我也会给大家类比一下 Android的相关的一个事件机制 那然后我们就要去学习一些手势处理器 比方说它的一个机类就是 UI Gesture Recognizer 那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 Gesture就是手势 Reconglizer就是识别器,对吧 所以我们要去学习怎么样去实现 这样一个手势识别 那么它的一些实现方式 那实现方式了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有哪些识别器 包括Tap, Pinch, Rotation等等 无非就是各种各样的手势,对不对 什么点击啊,夹动啊,旋转啊,滑动啊,平移啊,等等等等 所以那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去学习这些手势 那学完这些手势之后 我们再学一点高级的 就是怎么样去自定义我们的手势处理器 那完成了这块内容 你们就会对手势非常的了解 同时也会了解我们之前 UI Control类为什么 那里面会能够支持这些 所谓的手势的点击的事件响应 然后所以这堂课 对我们理解LS的事件和点击等相关的 这样一些机制是非常有帮助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归本源 我们来先看一下为何要学这套课程 OK,我还是用一下手写笔 有的人说我的手写笔玩得很漂亮啊 说我鼠标用的好 其实不是啊 其实是因为我有块手写版 所以这个就有点不好意思了 我们来想象一下就是为何学 那我们想象一下之前 我们在学UI Kit相关的组件的时候 哪一类组件它才会有点击事件啊 我们说是不是UI什么Ctrl对吧 UI Control的组件 它才会有相关的一个点击事件 那么也就是当时我们说 那哪些是继承UI Control呢 比方说Button对不对 Button呢就这些它是相关的 但是有的时候我可能是有一些组件 我也希望能够在上面有一些事件 手势的这个事件的响应 比方说我放了个Level 或者一个Image 我希望点击它们也能出现一些 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怎么去办呢 好像没有办法啊 因为什么 因为它默认的是 好像没有那些事件对应的Action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去办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UI Control无非就是什么 实现了我们的手势识别事件的 UI View而已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自己去实现 这个手势事件呢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去学习 手势识别 在我们这里的一个操作和处理 好 那我们来看 继续来看一下 sorry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那既然要说到这样一个事件 我们就来想象一下 它怎么样来做这个事件呢 我们来看 我来给大家画一个东西 比方说 我来画一个东西啊各位 画什么呢 画一个屏幕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屏幕 对吧 OK 这个屏幕外面呢 它是一个Window 对吧 我们说它是一个UI window 然后里面呢 它是会先放一张视图 对不对 这个视图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UI View 就Self的 UI View 那么 UI View上面 我们会放各种各样的这些组件 比方这一块 这一块 这可能是个Level 这可能是一个Image 好 大家想象一下 我现在手指点击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我点击一下 我就用这个 一个小圆点 或者再加一个这个 我在这点击了一下之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大家说 点击了之后呢 iOS系统一定会去 接收你的这个点击的事件 识别出来 然后传递给相关的事件处理函数 对不对 大概就这么回事嘛 好 那它怎么识别呢 我到底是点了谁呢 有人就会说了 很明显啊 你不就点了这个Image 这个空间吗 对不对 我就很好奇了 你怎么知道我点的Image 这个空间呢 你说 桑典 因为我是用眼睛看到的 因为它跟Image 这个空间是重合的 是重合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系统 它怎么看到呢 对吧 我们的系统可不 可不是这样子去认的 所以是什么呢 大家想象一下 我一个点点下来了之后 实际上 Location 我们系统是不是只能认你是在屏幕上面的哪个点的位置 对不对 OK 我们记录下来了这个位置之后 我就知道这个位置被点了 那么被点了之后 我是不是要想办法告诉我们的系统到底是哪个组件来响应它这个点击 那怎么告诉呢 我得慢慢的来判断 首先点了之后呢 我就让整个是谁接收呢 是整个window 最外面的这个window来接收 最外面的这个window来接收 反正我知道你是在相对整个大window来说 你是在某个地方点了一下 这个地方比方说它的坐标是128的48 举个例子啊 好 接收了之后呢 然后还没完呢 因为我不可能没必要让你整个window来处理它吧 对吧 所以我就往下一层 我把这个事情我传递给我的一个指示图 就是我的view 然后告诉view 我的128.48被点了 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在不在你的领域范围内 然后view同样的一看 128.48是在我的领域范围内 OK 那好 那这个时候我还是不处理 我再往下一层 再往我的指指UI组件里面去传递 我可能会去传递到一些其他组件 比方说我们这还套的有一层 还套的有一层 我就传递给他 给了他之后 他一看这个还是在我的这个范围内 在我的整个边界范围内 那接下来我这里头我的指组件就有两个了 怎么办呢 我的指组件就有两个了 我就循环 我就循环来看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 以前提到的叫什么 first responder对吧 首要的响应器 所以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循环 一循环一看 Label我先问一下 Label我传给你了 请问128.48 是不是在你的这个领域范围内呢 Label说不是 然后我又传给了image 请问image 这个点当是不是点在了你的范围内呢 image说是点在了我的范围内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按照我们刚才的规则 它应该再递规的传下去 结果image在传的时候 它发现它没有子空间了 它里面没有子空间了 所以image就说 好 那我来处理吧 那我来处理吧 那么处理完了过后 它会慢慢的把处理的结果 在我相当于是优先处理 但是我也可以不处理 不处理 然后再由我来处理 那你又如果不处理 那就由我来处理 最后甚至于大家都不处理 那我就用UI window来处理 所以这个地方就有两个地规 就是从大了往小了 就是当我们接受了一个点击的时候 接受一个点击 这个点击的判断 或者叫点击事件的传递 响应的传递 是从大了往小了传 最终定位到是谁 到底是应该谁来响应 然后在处理这个事件的时候 又由小了往大了来进行处理 明白吧 大家要了解一下这个步骤 很多地方讲的都 大家都没有讲过这个 有的人可能会讲后半截 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 而这整个过程 整个移动设备 其实都是这样 原理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我们的Android的原理 也是这样子的 好 所以大家理解一下 那这整个过程叫什么呢 叫responder chain 响应链 叫响应链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我也做了一些图形 给大家看 那我们的响应链是什么样子呢 哟 sorry 图片丢失了吗 嗯 哎 这是我看这些图片是不是都丢了 响应链的图片 这样子吧 我们上官网 我把我的WiFi打开 这是Mind Manager的一个bug 时不时都会丢失一下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就是我们首识识别的官网的一个介绍信息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得到 它的一个响应链的情况 比方说 找一下 这儿 这就是关于我们事件的响应链 它是一层一层的往下最终确定到 它是ViewE 那么它在事件回传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呢 这个是 这儿有一个初始化 初始化之后试图往外 一层一层的往外传 一层一层的往外传 可能传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可能要借助我们的ViewController 对吧 借助我们的ViewController 一直到最外面实现我们的APP的这样一个功能 所以这个响应链 大家理解一下这个概念就可以了 就是在这个官网上都是有非常清晰的这个解释的 那么它在识别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Tapping 就是点击 那点击了之后呢 它就会触发我们的Touch的事件 对吧 触发我们的Touch的事件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 如果有我们的手势识别 比方Touch的Gesture Tap的GestureRecognizer 这个识别器来识别 识别完了之后 我们是要去处理它 对不对 就是要处理我们的Action 要处理我们的Action 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简单的 其实跟Button的这个点击的过程是一样的 只不过Button把这个给封装好了 只不过他把这个给封装好了而已 就这么简单 那好 那我们怎么样来用呢 那按照刚才那张图 我们在用Recognizer相应的事件的时候 我们就这样子来做 有三个步骤 第一 建立和设置手势识别器 设置Target 就是它的接收的这个复容器是谁 然后设置它的什么 响应事件Action 如果有必要的话 指定一些额外的属性 第二 附加识别器到试图上面 附加我们这个试别器到试图上 就表示这个识别器 是为了这个试图而服务的 而识别的 第三就实现我们的事件方法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好 大家理解一下这一块 那在这的话 我稍微给大家做一点点扩展 就是给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就关于在识别原理 实际上我们说我们在这个点击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点击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事件 什么样的一些事件呢 我们来看一下识别器 我来给大家建一个项目 recognization 一样的 我们打开storyboard 实际上我们今天要学的就是这一堆 gesture 手势识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就这一堆的手势识别 那么这一堆的手势识别 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 有type type是什么 type是点击 对不对 有pinch pinch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夹 夹住某一个地方 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图标 看这个图标 这个点就表示起始位置 这一块就表示它的轨迹 也就是两个点之间这样的挪动 对吧 缩放 rotation 这个无用之一 旋转 swipe 滑动 pan pan是平底锅 平移 平移 然后screen edge pan 就是平移到屏幕边缘的时候 所触发的一些手势识别 还有什么 长点击 对吧 long press 长按 但是我们想象一下 从物理的这个角度 实际上我们 它的点击事件 在我们手机上的原理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我简单说一下 不要求掌握啊 实际上我们的屏幕是不是 不是电阻屏 就是电容屏 现在都是电容屏 对不对 电容实际上它 怎么识别我们是否被点击了呢 就是看电流的流过是否受阻 就这么简单 就是看那个地方电流是否受阻 本来我在屏幕上好好的 对吧 那个整个屏幕上面 无论是光亮也好 还是电流也好 光也可以翻译成电信息 对吧 也就是说有大量的这个电信息 在那是均匀分布的 你手突然按下来 那个地方想象一下 人作为一个半导体 对不对 是不是那个地方就受阻了 所以我就检测就出来 你是在哪里点了我 那么所以其实最直接的 就只有这个点击 从物理角度 只有这样一个点击时间 那有的人说不是有滑动吗 那滑动是怎么来的呢 是无数次点击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 大家想象一下 就用很短的时间间隔 我在屏幕上滑动的时候 它在不断的去检测 可能以微秒级 在不断的检测 我哪个地方电流受阻 这样子把它们连成一条线 不就变成了滑动的轨迹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才是它真正的物理上 识别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我们针对这个物理识别的原理 我们就把它进行了封装 比方说我刚刚说的滑动 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封装出来 双击 就是某一个时间范围内点两次 是不是就可以识别成为是双击了 对不对 多点出控 就是在两个地方都点中了 或多个地方 它同时受阻 那不就是多点出控了吗 所以通过这个 我们在系统里面 就可以给它封装成 多种的点击事件形式 所以这个大家理解一下 因为我Man Manager可能 在这里头你会发现 这都是偏底层的一些东西 我就不讲了吧 讲多了 大家也搞不清楚 那所以其实整个Touch事件 它这整个点击过程 还是有一些状态的 包括begin开始 还move的移动 end就结束 cancel就退出 比方说被电话 某一个电话来骚扰了 被别的view给打断了 就退出 这样几种状态 好 这一节的话 就是大家先简单的理解一下 我们iOS触控事件机制 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问我 好 这一节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一节我们就来讲 具体讲一下手势识别处理器